走自己的路才能够不受制于美国 Mate60的时候 它的确对于美国带来了蛮大的震撼 它居然在经济制裁的情况下 它还是能够做出自己的晶片了 纯血鸿蒙 它会不会跟iOS或者是Android进行相容 但目前看起来感觉上它是不会的 未来如果面临美国的制裁 它当然是希望能够完全有一套自主的系统 如果它需要相容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碍于依赖Android的一些import 大陆本身的商机 大陆本身市场的规模 所以说它只要都是在它的系统内的话 那它本身就可以带动一连串的这种应用程式 台积电在这个礼拜 7月4号正式它的股价突破了千元 冲出了新高 带动了台股收在历史高点 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他其实在2019年就曾经说过 说台积电股价创新高 对它而言从来不会是一个意外 而其他的外资包括摩登大通 有一个报告就显示说 他们一路预估到2028年 也预期台积电来自人工智慧 AI相关的业务贡献的营收占比 在2028年将会达到35% 并且也调高了台积电的目标价 从原来的900元上调到1080 高盛的看法更乐观 他们是直接上调到1160元这个股价 当然这个在AI整个概念的带动之下 也带动了整个需求 半导体市场的需求当然也随之大增 但是很多的投资人也关心 是会不会只是一个题材的效应 还是真的有产业在背后做支撑 投资人也会想的是 万一是泡沫化怎么办 这个要特别请教一下 安雅老师 你怎么看下半年 乃至于刚刚提到的外资所看到 都看到2028了这个产业需求 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可能发展 第一个 这个AI肯定是一个泡沫 就是说泡沫是人性造成的 如果没有泡沫的话 民间的油资不会利用泡沫 去做一些造桥铺路的事情 现在OpenAI的成长 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放慢 相对于NVIDIA的成长 就是说AI的淘金潮里头 NVIDIA是赚大钱 因为它是生产这个产 卖这个产值 产值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用 可是这个冶金的速度 是跟不上这个产值的效率 但是这个AI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 就是说美国现在投行 本来会找长泉腾大学 最优秀的新人 他现在开始就不招这么多人了 所以将来就会有个人才断层 资深的人越来越吃香 你退休不了 可是之前的人 你根本没有机会 去受到一些断练 那至于说 美国现在AI 基本上在做所谓的cost reduction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它取代了人 那美国将来就是五天变成 上班变成四天上班 另外这四天里面 有一半时间在家里面 所以美国的商业的不动产 基本上一半时间都是空的 所以将来对欧美来讲 AI的威胁 可能比中国制造的威胁还大 那至于半导体来讲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第一季 基本上都还不错 但是这就有点回到2020年 2021年COVID的时候 就大家现在做军备竞赛 大家开始在这个 重新在建库存 就之前从这个2022年到 绝大 2022年的第四季度到2023年 绝大部分都是在销库存 那当然现在我们讲说半导体呢 其实不只是大家竞争的是股价 特别是着重在未来的技术上面 生产技术要如何来突破 如何来更加的先进 外传呢 包括了台积电 三星还有Intel呢 都在2024这一年呢 竞相地来冲刺 开发2奈米的制程 但是在这时候也听到了 先进材料大厂 英特格的技术长 叫做Oneo 他就研判说 推动先进制程 已经不再是晶片制造设备 而是先进材料 跟特殊化学品 所以对照ASMO最近发出的消息 他们说呢 要在2030年推出 针对1奈米以下制程的 Hyper NA 极子外光机 但是这个价钱 真的是贵得吓死人 这个一台的价格 就要7.24亿美元 折合台币是237亿 但这也传出呢 恐怕包括了台积电 三星跟Intel呢 都会却步 因为原本传出说 台积电本来还打算 要砸下千亿 就先来买设备 好 就这个技术研发追求突破 当然对产业来讲 就是我能够赶快的超越 甚至维持我的领先地位 领先对手 但是也必须像我们刚刚讲的 回归到现实面 去想的是投入的成本 还有就是刚才讲 终端应用 跟未来的市场需求 江老师怎么看 这个3奈米以下的晶片 未来具体的应用范围 会是哪些呢 如果单看3奈米以下的话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板 大概做了一下 那其实可以看到说 从最早的65奈米台积电这边 其实可以用在我们的消费适应电子品 然后到了再来是28奈米 可以做游戏主机跟做车子 然后再来是到比特币挖矿 然后到手机7奈米 然后再是开始就慢慢的到 我们现在比较新的Apple 15了 也是3奈米 那再来2奈米以下的话 基本上都会朝AI的应用方面 然后来去做使用 但是问题来了 所谓的我们一般人会误解说 所谓的先进制程 难道是数字越小奈米尺度越小 它就是好的先进制程吗 那各位其实台积电去雄本设厂 它设的是28奈米的厂 但是28奈米它是制程 它是CMOS的制程 那它其实是在这个制程技术里面 算是最先进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会被困在说 我们一直会觉得说 数字越小它越好 但是它其实不是 半导体它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产业链 它是非常多不同的 所谓的技术叠在一起的 那也许我今天要用在电动车 我们就想说 因为上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车用镜片不够 但是其实很多车用 它其实是用的是 Power型的 化合物型的半导体 那它的看法就不是说 两奈米三奈米几奈米 那甚至是最早 特斯拉是用 七奈米 会发觉说 其实也用不到 七奈米 我今年过年那时候 整理的一个 一个它的营收 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最大宗 还是在我们的智慧型手机上 那最后这几年来 从2018年逐渐的 所谓的高效运算 才慢慢慢慢追起来 那我们之前刚刚又提到的说 一般人会觉得说是测用很重要 其实测用才占台积电6% 智慧型手机是大宗 是 这一大宗 我们回到刚刚讲 三奈米以下 它到底可以用在哪里 那大家想说 是不是以前有一阵子在说 可能拿去做飞弹 拿去做什么军火 或者是拿去做一些 我们想到一些奇奇怪怪 大家想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电子元件 它其实是有操作温度的 我超过这个温度 或低于这个温度 我是不walk的 那消费级的 其实你要保证 它的操作温度 或者它的使用温度 是在0到70度 那工业级的比较严格 就到-40度到正85度 那军用级的-50度到正的150度 不过讲到说这个技术的突破 当然是跟设备有关 那老师又怎么看 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说 包括像是英特格的这个技术长 Odner 还有是默克电子科技事业体的执行长 就是贝克曼 他也说下个十年 材料时代 就是说他认为是材料时代 设备固然重要 可是他认为材料才是决胜关键 因为现在老实说 除了墨尔定律 现在用靠DUV靠UV把它打破了 之后呢 其实我们想 两奈米 它其实是一个细的金格大小 那你要再下去 它其实会变得很困难 那目前来说 解决这个的问题 不外乎分成三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制程改善 制程改善的话 也许我从DUV变成EUV 那EUV变成刚刚讲的HNAEUV 就设备了 对设备 那再来的话就是封装 我原本是做住平房 那我现在把它变成高楼 高楼完不行不够 那我再把它变成住商混合 所以它的功能就变得非常多元 那再一个方式就是材料 那材料再去突破 那去把这个东西 不足的地方把它弥补起来 我们讲说 台积电的话 为什么现在几乎 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武林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EUV它非常的复杂 我讲的复杂度是 目前大陆它从华为 从7奈米一直下 听说可以攻克到5奈米 但是它其实换来的代价 是它良率非常不好 因为我要不断的重复去曝光 那现在听起来EUV很贵 可是问题是你在你的 所谓的成本摊提下来的话 它算是便宜的 那EUV究竟多困难多复杂呢 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光源 我们直接快进一点 讲光源从193奈米之后 因为DUV的关系把它分开来 变成大概45到32奈米的光波 那基本上我们讲曝光 它会像是以前老式相机一样 你拍完之后你要把它实刻好 那如果你波长太长的话 它就会晕开来 所以我要必须能量大 波长短它才会刻得准刻得好 那所以今天我在下不去的状况之下呢 那我就试着 它也是EUV也是用193的光源 但是它是用液态席把它打开 撞液态席它就跑出13.5奈米的光源出来 可是这个光源很微弱 那怎么办 所以它就做一个喷头 每秒喷5万次 然后在同一个点去打5万次 要很准的打5万次 其实它并不是单独一个艾斯莫尔能够解决的 所以它必须得要从材料端 设备端 原料端 乃至于制程端 都要有非常强硬的后盾 才有办法去达到这样子的技术 所以才看到前一阵子说台积电的总裁 就是当然接这个 就是魏哲嘉啦 他密访了艾斯莫尔总部 当然他也在评估说 他到底买这个艾斯莫尔的设备 对于未来的制程 到底有没有必要性 这才是重点 那您刚刚讲到华为 就是华为的这个常务董事 中端BG董事长于成东 他先前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24上面 他就发布了新一代的鸿蒙作业系统 他们的英文是叫做Harmony OS Next 那这个系统也被称为是纯血鸿蒙 它拥有全场景 原生智慧 还有原生安全这三大特性 同时可以将设备性能提升30% 并且将在今年的第四季要正式的投入商用 所以大家众所瞩目的这个MAT70系列手机 第四季就要发表 首度就要搭载这个鸿蒙 Harmony OS Next的正式版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中国大陆为了不受制于美国的科技围堵 看到华为特别从它的软件上面 不断的去着力寻求突破 华老师怎么看在他们的软体上面 软件上面突破这第一道的关卡 到底有没有突破多大的突破 这个要等它产品问世才知道 不过去年MAT60的时候 感觉上它的确对于美国带来了蛮大的震撼 就是说它居然在这个经济制裁的情况下 它还是能够做出自己的晶片来 那当然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 那它现在未来的这个所谓纯血鸿蒙 它会不会跟这个iOS或者是Android 它做进行相容 但目前看起来有关的报道 感觉上它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好像说 第一个它当然考虑到说 就是说未来如果面临美国的制裁 它当然是希望能够完全有一套自主的系统 那如果它需要相容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碍于 就会变成说它还是要去依赖 Android的一些input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它要考虑的 但我认为更大的一点就是说 它很显然它是看到就是说 因为大陆本身的商机 大陆本身市场的这个规模 所以说它只要都是在它的系统内的话 那它本身就可以带动一连串的这种应用程式 现在看起来大概在大陆很熟悉界的应用程式 全部都上去了 那只有这个微信还没有上去 不过未来它能不能真的做到完全跟这个所谓iOS 或者是安卓完全不相容 我觉得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安卓的这个全球使用率是77% 那iOS是19% 反而是这个Mate的这个系统 红龙系统大概只有4% 所以你以4% 如果你完全跟其他77%或者19%不相容的情况下的话 在一开始会面临很大的阻碍 所以我想它这个问题可能华为内部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辩论 我现在去看Armony OS Next 它的稳定度 还有包括它的可靠性是如何 不过走自己的路才能够不受制于美国 根据彭博报道 美国国防部虽然积极禁止华为的设备 但是由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国家系统当中 很难找到替代品 正在寻求禁令豁免 这是美国的国防部 好这个状况显示出现在美中科技战 打了4年多 还是很难完全抑制华为的发展 那拜登政府今年来已经撤销了8项 允许部分公司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 但是现在看起来 美国刺杀华为的企图是不是适得其反呢 岳教授 我出去了一趟 在机场遇到一个华为的工作人员 刚好很巧他还认得我 就聊了一下这些问题 我很好奇就发问 通常华为20万人的公司 没有一个人会轻易对外界表示华为的心情 他们的组织之严密 命令之规则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只能透露我所知道 针对这个问题我要回答 华为有三项特征 第一项特征 就是科技报国 我跟你讲万众一心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原来的高管 华为没有一个人是被迫加班 都是主动加班 有很多人为了华为的市场的扩张 把华为的科技要推销出去 然后我问他说 你们在最艰难的地区 像艾克森 Nokia 都不敢去的公司 你们敢去 你们靠什么 他说就靠我们的科技好 真的都非常有信心 大家对华为有点关注 那不是只有无线通讯而已 那几乎是所有造车手机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华为本身 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他能够突破 就是靠他的科技 第二点 我觉得华为非常非常强调 危机意识 我现在正在读的 任正非的书名就叫做 下一个岛的企业 会不会是华为 危机意识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里面所有的事情 华为本身来讲 他特别厉害 他基本上所有的员工 一起共同享受公司的盈余 同时大家一起共贪 公司要负担的风险 所以这个危机意识非常严重 我自己想起来 我曾经拍过视频 介绍华为的时候 我认为这公司 没有办法被复制 因为他发生的过程当中 那个指挥 任正非本身太能干了 他自己拿不到 百分之一的股份 这样子全面分 我不好意思讲 台湾没有一个老板子 这样子 全世界也没有老板子 能够做成这样 大陆甚至也没有办法 重复他的企业经营 然后第三点是民族主义 因为我特别 马上问这个华为的工程师 我说你们的餐厅里面 是不是有一架 很破烂飞机的照片 然后被打得烂七八糟 还要坚持回航 他说不但有这张照片 还讲到抗战时期 博民导的一个16岁的小兵 那个时候有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年轻要参军 他说因为爸妈都死了 所以参军 那他讲说是 你打仗回来以后 是不是想过好日子 他说你放心好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他讲完这个 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 华为每天人在吃饭 他就看这些照片 然后就看到 华为的餐厅里面的 菜非常好的 同时照片非常感人 这个基本上就是强调 华为是一家民族企业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什么叫华为 华为就是中华有为 他们基本上就是 采取这三点 第一个科技报国 第二个就是危机意识 然后第三个就是民族主义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不敢讲 因为大家讲说 美国要刺杀华为的企图 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美国不但要刺杀华为 美国要刺杀中国的成长 中国的这种崛起 对不对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 华为本身老早就意识 而且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华为基本上 刚好就生存在 美国对它的打压的 这种所产生的危机意识 如果我跟他讲说 我做一个结论 如果美国不打压华为 整天夸奖 华为好 华为棒 华为呱呱叫的时候 华为恐怕 还没有今天表现得好 说到华为的动态 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 大陆车企 赛利斯公告 该公司呢 打算收购华为 及其关联方石油的 已注册或申请当中 919项问界等系列的文字 还有图形的商标 还有44项的 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 那这个收购价格呢 合计大概是 人民币25亿元 好 华为其实之前 已经把智介跟想介商标 分别都转让给 对应的自选公司的伙伴 像是奇瑞还有北契 不过问界 毕竟是华为一手养大的 我们想请教一下 贵博老师你怎么看说 华为这次他卖掉问界 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吗 如果我们用一个 比较粗略的观点来看 其实华为就是 把他养大之后呢 把这个他的产品 交给他的这个车器 去做这个汽车主要的销售 但是他联合合作的这个行为 都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华为可以作为一个 我这样讲叫 Kinmaker 一个造王者 但是呢 来车给你卖 反正他自己没卖车 对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赚钱嘛 因为现在单打独斗的日子 华为自己讲了 过去了 一定要找一些兄弟 一起来努力 所以这个华为在 他这个问界 这一个模式 我个人的出钱的判断 大概也是这样子 那华为他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智选 智能选择 好了 我们这样讲好了 其实他过去这几年 两三年 我觉得 呈现了一个新的 商业合作的模式 就是华为他有他自己的 工业设计 然后还有他的软件设计 还有他的行销系统 还有他的客户回馈的 这个感知团队 其实很好 因为手机本来就 这些平板本来就很快 这些都是一般的车器 汽车企业比不上的 但汽车企业 他有他的硬体制造 还有他的这个测试的 这个能量等等 华为是没有的 华为就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华为说 我们成立了一个 这个可以永续的生态系统 或者生态联盟 汽车生态联盟 反正你出你的优势 我出我的优势 其实说实在 有点像经济学 那个超级基本的概念 就是比较利益法则 你把你的优势拿出来 我把我的优势拿出来 然后大家互相拿优势去做贸易 那这边当然不是做贸易 而是做合作 所以我觉得华为 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未来有没有其他的 新的这些汽车的 这个模组 可以去试用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几款汽车来讲 看起来只要这几款汽车能够长期的卖下去 那华为 他就跟兄弟分润嘛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而且他最近的手机的业务也慢慢稍微平稳一点点了 所以如果手机业务平稳 然后他的智能车 从去年的亏损好像60亿人民币吧 然后到现在Q1第一季已经可以有点小小的盈余了 那华为的企业 刚刚袁老师讲了 不会是下一个岛的企业吧 如果这样他做得下去的话 我想华为 我不敢讲是不是以后都没问题 但短期内看起来 他应该正在求新求片转型 好像找到一条路 好 说到这个团队 这样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电动车 那各个品牌在全球的市场上 真的是功成略地 2023年第四季 比亚迪电动车的销量就超越了特斯拉 夺下了销售冠军的宝座 那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的报告就预估 2024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 会突破1000万辆 而且比亚迪的市占率 会大幅的成长超越特斯拉 那个全球电动车市场 最可怕的 现在不是中国车系在销售竞争 而是可以解决电动车的 里程焦虑的固态电池 想请教舰长 你怎么看说固态电池 现在被视为说 接下来就是兵甲必争之地 电池永远都是电动车的必争之地 所以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的新三样 其实就是电动车还有电池 那就占了两样 所以其实电池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Toyota它是一家 之前非常成功的车器 但是不见得表示 它未来还可以继续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还在停留在造车的阶段 可是我们看看 刚刚院老师提到的华为 华为也坐车 虽然不像比亚迪 现在创造这么大的一个占比 但是它也开始要造车 但是它更强调的是什么 形成一个生态圈 那形成生态圈的时候 也就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早上一起来 那我们所需要的资讯什么 它都透过这个资讯圈提供 那当我们在驾车的同时 它也会直接地汇入 无论是道路的讯息 或者是现在天气的讯息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生态圈的观念 其实Apple也想做 Apple当初它也要做Apple Car 那它的Siri也就是生态圈的一环 但是很抱歉 它的Apple Car就行不通 就结束了 那但是有关于这个电池的部分 为什么我并不看好 Toyota的这一种固态电池 因为最重要的是规模经济 那当现在比亚迪 这不断地以合理的价格 卖到全世界各地 创造更大的规模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就代表什么 整个标准的制定 是在中国手上的 在中国大陆手上 一旦它有了这一个 制定标准的权利的时候 你头要它只是会造车而已 你要后面再追上这一个标准 对不起太难了 那所以我们这样讲 就是它大概已经不能再继续当leader 它未来只有follower可以做 无据美国的封锁 华为推出了升腾910B晶片 号称要取代挥达AI晶片 当时相当的吸引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 但是后来传出来说 华为的晶片良率比较低太低了 产能不足 所以很多大陆的科技公司 现在就只能回头采购 回答在中国推出的特规版H20晶片 好 现在有多家的分析机构都认为说 这款产品在2024年的出货量 会达到100万颗以上 蔡老师真的有望可以狂甩华为吗 我觉得就是以现阶段的话 它应该就是它的一个量 它应该就可以超越那个华为 我们都知道说那个 华为过去是做手机的 它的一些晶片 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采买 所以那个华为在这个晶片的一个发展上 所以它是算是比较慢的 在这个美国的一个贸易制裁之下 它才是什么 它才自己来去发展 所以它当然就是什么 脚步会远比较慢于那个什么 美国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制程 那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贸易 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当中 美国最在意的就是什么 回答 因为回答在中国大陆 拥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回答它一方面要符合中国大陆 广大的市场 一方面又要符合美国的一个贸易制裁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所以它就特别去制作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什么 特规版的一个H20 那这个特规版就是什么 就是只是因应于什么 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性 那它跟它所生产的一个H100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性能没有H100 这么样的一个高 因为要符合那个美国的一个什么 对中国经济制裁的一个标准 然后第二个呢 它的一个处理器的一个效能也是什么 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要去什么 就是要去符合就是美国的一个什么 对中国贸易制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跟那个标准 所以它才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规版的一个H20 那这个特规版的一个那个H20 在那个现在的一个华为 华为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升腾910B的一个这样的晶片 它号称是什么 是比这个更为什么 更为的一个强大 但是呢因为不良率 目前的一个不良率比较高 所以呢大家就转而去来 来去什么 暂时性的用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一个特规版的一个 这样子的H20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能 但是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辉达它为了要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 它虽然是降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率 也有较弱的一个处理器 但是它整个的一个什么 整个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还在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呢 它那个美国它要去封锁中国大陆的一个半导体 跟那个AI以及科技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呢这个是会是什么 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困难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本身也是在什么 请国家之力来去发展这一块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一个什么 现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半导体跟AI 跟晶片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后发性是什么 是非常的可以值得期待的 是美国禁令出来之后 现在中国这边就是被迫成长嘛 所以他们的科技这几年来 真的很像是开外挂 但是我们也要请教曾佳老师了 那说到这一次包括了华为的晶片 包括粮率还有产能 那是在大陆晶片的制程上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挑战需要克服的吗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个什么 面临的一个什么 就是它要有所谓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处理器 它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处理器的话 中国大陆它现在目前并没有办法 而且台湾的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台积电 它要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整个的也是受到了一个限制 它现在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高端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三奈米 甚至是两奈米 都没有办法到中国大陆来去生产 所以在台湾的一个这一块 它是受到了一个影响 另外呢过去呢 中国大陆它在前期在发展 它的一个半导体产业 晶片产业的话 其实韩国的一个海力士 其实是扮演非常大的一个什么 这些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但是尹熙悦上台了一个之后 那就配合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所以呢海力士的这一块 也是什么 中国大陆也是什么 也是受到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在台湾跟那个韩国的一个部分 都受到影响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呢现在呢 就是只能什么 只能用自己的一个力量来去发展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 回答会是它的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仿效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论从过去的一个高铁的一个发展 然后甚至是一个所谓科技上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仿效的一种方式 再请国家的一个力量来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呢 目前的一个回答 他们利用这样回答一个比较低效能的一个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暂时的一个取代性 我觉得接下来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华为它的一个什么 在不断的一个改善之下 我觉得它应该 应该是可以什么 应该是可以跟那个回答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可以相互的一个竞争 虽然美国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市场上大家也都想赚钱嘛 包含了 刚刚我们听到说 这个老师帮我们分析 挥达在中国的业务 这一家呢 绘图晶片大厂 今年在大陆卖出的AI晶片 还是价值高达了120亿美元 大家这样预期 那美国政府不断升级 对大陆的晶片出口的限制令 挥达受限于禁令 就只能提供一些降规的版本 不过市场上对抗政府 华尔街日报就披露 说其实现在中国大陆 依然还是可以透过海外走私这样的管道 可以取得挥达生产的这个先进的AI晶片吗 上次哥 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 哇很惊吓 赶快打开新闻一看 发现就是中国的一个学生 就携带hand carry 这么几片 然后被查获了 也就是这么样 所以当然就是说 哎呦 还是有管道 你可能就人海战术 可以带去多少 但他对于这个企业的 随便的现在中国大陆 特别现在云端系统 那么多AI产业在中国大陆 百度也都发展 这些怎么可能有办法能够满足了 所以他当然就只是一个 一个你知道 我觉得标题耸动了 但现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我自己在看 比如刚刚前面老师所提到的 现在因为整个 辉达一开始降规的H20这个部分 早前一开始在中国大陆评价不是太高 因为你就是降规 而且我要花那么多钱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AI发展的需求 并没有比美国更低 而且很多的新型的专利 运算的这些算力的方式 需要很好的晶片 所以你回答给的东西 就是刺激套餐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一开始是反抗的 就是说感觉还不看好 但没有想到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Q2 第二季的部分 真的订单是增加了 因为华为的Ascend 910B 感觉起来确实不稳定的状况 我想在中国大陆业界 应该还是有感受到 也就是Q1的时候 在今年第一季 回答确实影响 它整个部分的营收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比例当中 只有到9% 跟去年同比当中是22% 虽然它总成长率是有的 但是确实是有点萎缩 就是刚刚讲的原因 但接下来Q2的部分 很明显那个需求量 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终究难以取代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AI跟各方面电动车的发展 那个速度太强了 需求你没有办法等 或者是被晶片所影响 但我最后要提出一点 除了这个夹带晶片 华尔街日报 我觉得太吹牛的这个东西 我认为大家值得注意三星 我觉得韩国在这一波 在美国半导体的当中 我觉得这一年多以来 对于美国当中 并没有一步一趋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三星自己也在发展 他们的AI晶片 虽然没有对外 在表达一些 多么多厉害的地方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们现在预估 第一个在Q1第一季 大暴涨 三星现在股票跌得死去 回来非常长的时间 股票回稳甚至回涨 现在三星自己淡淡地 偷偷地表达说 Q2的部分 他们会成长15倍 而这15倍的来源 你觉得从美国吗 怎么可能 都是被台积电吃掉 其实就是从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认为大家要注意 现在不太多谈自己 AI晶片发展的韩国 跟中国大陆的需求之间 他们会不会恰好 这个空档 那么也对于他们 透过中国市场 来打击台积电 这个部分的方向 大家要观察一下 是 那美国打压 中国的动作 还是在持续的 我们来看到彭博报导 拜登政府考虑将 AI应用所需要的 这些晶片也列入禁止 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范围之内 里头锁定的包括了 环绕杂己GAA结构的制程晶片 那辉达Intel还有台积电三星 都打算在明年 要大量的投产GAA晶片 好 不过现在在地缘政治下 防堵这就只是短期的解方 那张局长请问您 是华为什么样的黑科技 让美方真的感到焦虑吗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GAA晶片 GAA第一个G是GATE 就是杂门的杂 第二个A是ALL 第三个A是Around GATE ALL AROUND 那我现在很简单的讲 比如说我跟上次之间 我们两个都是晶体 那电脑其实运作 一个很单纯 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有电跟没电 零跟一的变换 我想这个是 这个电脑基本常识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闸门 就是GATE 就是我跟它之间 来电或者是不来电 它有一个通电的这种闸门 那这个叫做 一般来讲的话 这成熟制程 是这样一片在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你看晶体之间 就像我们这张桌子 如果是一个晶片来讲的话 我们了不起做十个人来讲的话 顶多摆十个人而已 就摆不了很多人 那我们希望说摆很多晶体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摆呢 就把我这个闸门 改成这个样子 值得摆 这叫FIN FAT FIN是鱼鳍的鳍的意思 就是把它立起来 然后用这种方式 来让我们两个人 来做通电不通电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 这个就属于比较鲜硬制程 大概在 目前三奈米是用这种技术 那后续来讲 如果要发展到 一到或者二奈米来讲的话 就必须用GAA 就是Get All Around 那就是什么样子呢 它就不再是一块板子了 它就是 类似一个像这种 圆形的方式 所有的主体 就变成一种圆形了 我可以更小 可以容纳人更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里面 本来我们只能做十个人 现在我可以做上 这个二十个或三十个 美国拜登政府 再提中国起重机威胁论 前不久更宣布 将对大陆制造的起重机 要加增25%的关税 这个举动引发 全美港口现在集体反对 批评拜登的关税计划 说要增加美国港口 超过1.3亿美元的额外成本 进而导致在与加拿大 还有墨西哥等北美 其他港口的竞争当中 可能会落入下风 因为根据估计 美国港口所使用的起重机 有80%都是大陆的 振华重工制造 那看起来拜登这一起呢 又是很明显的欺商权 就是所谓的商人7分 自损3分 那杨老师你怎么看 他不会伤到这个振华 振华重工啦 伤到美国自己 因为 他其实过去 有一次造势的时候 那个后面的起重机 也就是说他那个布遮住了 结果风一吹 的时候呢 就振华重工 那振华两个字就出来了 所以拜登有个别名啊 叫做拜振华 那就跟那个川叫川建国 川普叫川建国 那当然他要排除掉 这样子的一个绰号 他是担心说 从那个塞港事件到后来 他发现到 赫兰发现到 整个美国的港口 有八成的起重机 都是来自于上海的 这个振华重工 那因此呢 他就会担心 因为那个起重机 不是单纯一个机器 它里面会有一些 就是说这个摄像机啊 或者是说连接到互联网的 来监测他自己机器本身 内部的情况 跟周遭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你跟整个作业系统 自动化系统 AI作业 一定会做的嘛 你如果只是做一个 那个起重机 那谁不会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成本又能够这个降低 那现在美国的国会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一些助理 就跑去看 哇 里面 当初你订的这里面 为什么订单里面 没有提到说 里面有一些 这个叫做Moderns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等于是 跟IP连接 跟互联网连接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 作为相关的 这整个系统里面 你没有订这个项目里面 但是对中华 中共启动机而言 他这是一整套系统在那边 他说要提供200亿 现在已经开始 去找就是日本的山井物产 在美国的子公司 开始在做 但是呢 后来发现到 这个替代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很花时间 成本又很高 然后呢 他又没有办法做港口 跟港口之间的这个连接 那可是美国就很紧张 不管是国安部门 还是美国国会 以及美国像是 华尔街日报的人 就很紧张 就是认为说 你这个资讯 你找到 看到这些资讯 货柜啊 船只啊 这些东西 以及甚至货柜上面 那个编号 你就可以查到 他那个要去的目的地 以及海南汉的内容 你都可以把这个讯息 传到中国大陆去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 振华重工的 那个总工厂的隔壁 正好是 就是这个 解放军的江南造船厂 所以 担心这个数据 这些东西都可以 把它连在一起 我觉得真是有一点 就是说 太过于紧张 整个无限上纲 这个国家安全的议题 因为你可以掌控这些东西 那他认为说 这已经超过了 两个八成 所以已经不是他可以掌控 这个美国政府 决定要怎么做呢 是 好 再来我们还要看到 根据路透看到的这份文件 拜登政府今年已经撤销了 允许部分的公司 向华为供应货物的 八张许可证 准备要对华为 进一步的施压 我们要请教上志哥了 这个华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拜登政府现在 就只能够补破网吗 美国当然对于华为 是往死里打 因为所有华为的成长 无论它的晶片 无论它的鸿蒙 无论它的作业环境 无论它很厉害的传输技术 到6G 其实东西都跟中国的 国力等量崎岖 一起来长大的 当然这次这个八张许可证 其实还是打了 Intel跟高通 因为就是先前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是补破网吧 就是说在整个 华为推出他们 这个非常厉害的 这个MacBook的X Pro 新的这个笔电 这笔电竟然是AI笔电 一查看里面竟然有 Intel的这个 Ultra 9的处理器 所以也就是说 它就要阻挡 所有跟华为有关 涉及AI的可能性 那么笔电过去 没有很仔细看 所以现在坦白讲 就像华为手机出现 大家哎呦 我期待你 然后笔电一看 哎呦 还有Intel继续在看 大概现在都是补破网了 但我们要注意到的部分 是这个东西是 一波又一波的进行 你说美国企业 他们现在不知道吗 现在中国 看起来美国政府 对于要打中国 这种当中 他没有去计算 精准的市场代价 无限上钢 不计 企业的市场利润的部分的影响 我必须要表达说 你说企业现在是默默的接受吗 企业当然现在都在重新的估算 包括因为美国政府本身 对他们自己本身的获利 本身造成的压力 但是我必须得说 华尔街的系统里头 我看到很多投资报告 始终还是把美国政府 出手的这件事情 一旦比如说AI 在全世界台湾股市 都在上涨 一旦AI最后来再发现 比如一阵子之后 发现 AI晶片当中的获利 因为被中国市场切割 实际影响到灰达 实际影响到Intel 实际影响到高通的心理之下 其实在整个华尔街 都还是认为 这个都是一个灰天鹅 甚至是一个黑犀牛 随时会跑出来 所以大家还是谨慎看待 美国政府 包括在处理华为这件事情 对于产业的影响 虽然美国政府要营造一个 这是脱钩的政治惩罚 行为 跟你企业赚钱 不相干 而且AI现在赚得死去活来 可是这个东西 其实华尔街 包括美国企业 还是谨慎看待 因此Intel跟高通 这次虽然被处罚到了 应该讲 就撤销到了 赚不到钱 可是大家还是会 谨慎看待 后面深远的影响 是 好 国际间的焦点 我们还要来关心到 在欧美和中国大陆贸易战 升温之际 印尼现在也加入战场了吗 因为印尼贸易部长 哈山他解释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缘故 所以中国产品 遭到西方国家排斥 或使中国要把出口 转向印尼等其他市场 因此印尼要对中国制造的成品 要征收超达 百分之两百的进口关税 其实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进口国 那也是印尼出口商品的最大客户 这一回下的这个众手 比美国还大 比美国还厉害 我觉得如果说美国可以 任意对中国 施行百分之百 甚至到百分之两百的 陶瓷品进口关税的话 那是能够理解的 可是你印尼的外贸部长 哈山他说 美国可以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 去看待这种事情 对不对 因为中美贸易战 它是全球瞩目的 就说大家都在关切 它是千丝万缕的 可是印尼你是站在 这个东协的立场 你跟很多的附属周边国家 都有相关的贸易往来关系 你非常依赖对中国的出口 那你现在你说要提升到 百分之两百的关税 你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吗 是衣服鞋类 以及那些跟美国一样的 陶瓷商品 那衣服鞋类不是你们要进口的大宗吗 如果今天你对于中国提高了这么高的关税 我跟你讲会扼杀的是你们自己 印尼本身的经济 去年底印尼就曾经对三千项 其实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货品 三千项 进行的提高关注度 以及可能要提高惩罚性关税的措施 结果你知道被谁反弹 被自己的中小企业反弹 他说你这样子保护我们 你根本就是在扼杀我们 因为我们连原料都买不到了 连原料都进不来了 你现在要提高这么高的关税壁垒 你反而会打击我们的民生 为什么 因为那都是最基本的鞋类 衣服 像这种 还有一些化学的产品 那个都是人人要用 天天要用 可能是清洁剂等等之类的 结果你的关税提得这么高的话 那我们工业 我们国内的中小企业要怎么再来加工 再来生产给一般的老百姓用呢